孙颖莎人太好了呀 3比0淘汰韩国一姐却彻底打服了对手 赛后曝光两件小事 人美心善 中国国评本次澳门冠军赛的第一天 压轴大战孙颖莎3比0淘汰了韩国一姐田智希 这场比赛沙沙打得非常出色 因为虽然说是3比0 但是呢 过程并不如比赛显示的那么轻松 第一局14比12 第二局是12比 孙颖莎都是赢在了延分之后的关键球上 但是就算输给孙颖莎 田智希也没有什么抱怨或者是不开心 反而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还感谢了孙颖莎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孙颖莎确实干了两件小事 首先田智希打孙颖莎本身就没有机会 之前都是0比3 而且呢 有的时候得一分都困难 但是这场比赛前两局 田智希一方面拿了12分 一方面拿了10分 可是他却说 自己之所以能拿那么多分 不是因为他有多强 是因为孙颖莎的状态没多好 是因为莎莎手太生了 之前毕竟是奥运会结束 放了个长假 没怎么进行系统性的训练 所以说他觉得这才是我能和孙颖莎 打成这样的原因 所以虽然被孙颖莎0比3打爆 但田智希却在赛后直接直播 笑着说他觉得已经完成任务了 不光如此 还曝光了孙颖莎两件事 一个是比赛打完之后 他去找孙颖莎签名 当时孙颖莎在吃饭呢 田智希说我等你吃完饭再签吧 莎莎却说 没事我先帮你签了名 直接就停止吃饭 先帮田智希签名了 这一点就看着孙颖莎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不光如此 WTT官方还给世界排名前十的运动员 一个特权 有专车接送 但是田智希没有 他们十名以后的运动员是没有的 于是田智希就说 这次他能够顺利的回到 所住的地方是蹭了孙颖莎的车 莎莎直接让他和他的教练 学校员俩人 两个韩国人一起坐上了自己的专车 然后一起回来的 他也感谢孙颖莎 让他蹭车 这两点能够看出 为什么0比3输给孙颖莎的对手 却非常非常的感动 还感谢莎莎 哪怕是输了这个0比3 一局都没拿下 却还是说 我已经打得很好 我已经打得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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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打得很好了